政府将在今年底开始公布房地产经济过去的交易信息 让消费者了解房产经济的记录 在今天公布的房地产行业转型蓝图中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正同房地产经济公司合作 收集和发布经济交易记录 以加强行业透明度以及专业性 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 首先从今年年底开始 公众将能够查看房产经济在组屋转售交易的信息 而另一个阶段则是在明年起 交易信息将扩大到私人房地产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也计划长远与业界合作 收集和发布经济的评级 转型来图还包括智能设施管理 提升技能以及探讨行业认证计划